说到杭州菜很多人第一印象 想起来就是肥而不腻的东坡肉 不过东坡肉怎么做才会好吃呢 接下来带您看到这家 开业已经有84年的天香楼 天香楼就是以东坡肉这道菜 闻名全杭州 老板说他们遵循古法制作 他们坚持东坡肉要用汆烫取代油炸 最主要把腥味去掉 然后再透过砂锅慢火炖煮 也因此光靠这道菜 每天吸引了上千人前来尝先 欢迎厨师长 他是曾经获得全国烹饪大赛金牌的 厨师长杨建明 在他的带领下80位师傅 一次排开 从快手切菜 热锅油炸 下火爆炒 到熄火慢蒸 呈现豆到行邦美味 像是经典的东坡肉 以汆烫取代油炸去腥 再透过砂锅慢火 蹲煮到肥鹅不腻的境界才是美味 菜色遵循古法制作 深受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青睐 每天更吸引2000多人前来尝鲜 也为这里带来新台币 一亿5000万元的年营业额 它好多东西也比较讲究原汁原味的 清淡 但很讲究鲜 那个鲜味 它鲜味不是说一定靠味精 它有些就是老汤把它弄出来的 位于杭州市中心的天香楼 已经有84年历史 大厅的清淡古鸡 汉白玉相国井至今仍完整保留 中皇摆设古色古香 从墙上国画 锦标壁画 屋顶灯饰 到手工地毯 都是象征富贵的牡丹花 而一碗要价5万台币的包厢 不论是屋顶到桌面的灯饰 或是整个墙面的艺术品 都是诗华洛世奇的水晶 更特别的是 屋顶还是由金箔贴质而成 这间中式餐厅呢 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拥有西式餐厅才拥有的酒房 而来到这边参观呢 你可以看到一整排的瓷器 每个瓷器可以说是要价不菲 一个都要新台币40多万元 等于一个上班族一年多的薪水 天香楼以Q弹软嫩的东坡肉 闻名全杭州 相传苏东坡任职杭州时修建苏提 百姓送他五花肉已是感念 苏东坡将肉红烧 于是东坡肉由此而生 蒸到两分熟的五花肉 得先切成五公分方块状 煤煮和蒸的 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把这个肉使之成形 不大会大的变形 为了防止砂锅粘黏 锅子底层得铺上竹网 再放上体味的葱段 不过如何让外皮快速上色 师傅透露小配薄 皮为什么要朝下呢 就是说使之颜色容易的上上去 因为它在肉上面的 肉的本质上面的上上去的颜色 总是皮上面的色泽 红量感觉到好一些 为了维持肉质原味 师傅以花雕酒取代水 再加入增色的酱油后 透过敦煮慢慢催熟 煮到软粘的东坡肉 带点红润色泽 油耳不腻 咸甜适中 一刀切下 立刻皮肉分离 肯定很香 它的香是什么出来呢 它的香肯定是一个 绍兴花雕酒 它的口感呢 一个是油耳不腻 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嫩 结合粤菜和川菜的特点 拥有浙江特产海鲜 所制成的浪花天香鱼 是80年代的创新航班菜 口感近似石斑的鲑鱼 切成牡丹花刀状 让鲑鱼油炸时 易于熟成 下刀的时候呢 成45度角 等于说从鱼肉上面 一直到龙骨这里 龙骨不能切断 不然的话很厚的地方 不划刀的话 等于说是等到鱼肉熟了来 已经鱼已经老掉了 仔细翻动两面 让划刀的地方油炸定型 紧接着透过低温油泡 让鱼肉慢慢催熟 点缀青花椒的鲑鱼 淋上葱油传出阵阵清香 上桌前再倒入海鲜高汤 让白蟹鱼肉献上加鲜 我们原材料肯定是最新鲜的 那个鲑鱼 它那个鲑鱼 我知道好像就 我们千岛湖那边那一带 那一带的 它水质本身很好的 所以它这个养着的 这个原材料肯定很好 从秦龙时期流传至今的 教化鸡 究竟怎么做才到底 师傅先去除土鸡骨架 透过按摩让肉质软嫩 再放入山奈粉为主的腌料 彻夜腌制的入味 为了增加土鸡多层口感 师傅塞入炒香的冬菜肉丝后 还得在表面抹上猪油 紧接着仔细裹上 带点淡淡清香的西湖荷叶 和提香的酒坛泥烘烤入味 削开厚厚的酒坛泥 酒香扑鼻而来 切开厚实的焦化鸡 冬菜混合鸡肉香 让人忍不住大块朵頤 全部是酒坛泥包的 然后烘香里烘的 它火候各方面都很讲究 就打开以后 是一股青香泼出来的 这个口味肯定是它有它独特的 传统航方面点猫耳朵 瞧形状就像猫的耳朵 点缀火腿鸡丁香菇 搭配鸡高汤 汤鲜味美 不过猫耳到底如何制成呢 梳子呢 调纹的比较细致 把面团放在这个梳子上面 一拎 然后就起来 就很自然 而且工作的效率也比较快 天香楼飘香近一世纪 带带相传的古法制作 让流传数百年的航方菜 持命中外 也让人潮前潮彬彬而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